羊肚菌 羊肚菌 因其外幸苦是羊肚儿的名 属有菌中肉类的媒称 其私用夹子或用夹子都非常的高 几个小时后 野生羊肚菌喜欢长在 隐暗湿润的埋底里 如果找到一朵 羊肚菌就像见到了宝贝一样的开心 近几年私用菌专家终于公开了人工栽培的兰铁 所以这两年人工种植的羊肚菌越来越多 在去年的冬天 我也找别人要了点菌种 种植了两个平方的羊肚菌 前几天意外的发现 他在里出菌子了 本来想用羊肚菌来蹲一个鸡汤的 但是仙长打的只有一口 说行就用来煮完小面吃 在煮这个食品之前 我设计了很多的镜头 心想一定要注意起镜头海上过得起的美食食品 但是当我真正操作的过程中 就发现了 那个镜头的切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这还没换好过度 说不定过你的东西都过了火候了 所以说这个视频真的是可以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了 结果这么忙乱还是没有拍到想要的镜头 那个小面的调料 用切碎的葱姜蒜 是破了点热油的 就像拍那个破油那个画面 后来吃吃吃的声音 结果摆了半天的镜头 最后破完油 我来看小果 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按开始摄影 虽然煮了一碗面 鸡蛋煎的有点糊 但是这碗面条真的是很好吃 特别是在煎羊肚菌的时候 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 真的是太好太好闻了 羊肚菌表面看起来很脆弱 其实它是一个很结实很有质感的菌子 不同于那些软一碰就碎的菌子 所以羊肚菌吃到嘴里 它稍微有点脆脆的 有点口碳的感觉 味道还是很好 比如说今年的羊肚菌的鲜菌 买到了一百块钱一斤 如果将我花一百块钱 买进那个鲜菌 但我是真的真的睡不得的 我是绝对不得起买的 还好自己种了点 所以农村真的很好